看一下 滑鼠的事件处理 Mouse events 这部分当然包含几个 比较重要的方法大概记一下 有一个Gate Point的方法 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滑鼠的坐标 在哪一个物件上面的坐标 另外有个Gate X 还有Gate Y 就是得到 X 轴跟Y 轴的坐标 另外的话还有 请听的部分包含了五项项目的发生 第一个的话当滑鼠按下按钮的时候 还有另外当滑鼠移到某个事件 某个来源物件的上方的时候 还有移出 就是移进去移出去 另外放开按键 还有一个按下一个放开 总共这五个部分 可以去侦测说滑鼠的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里面包含哪一些 方法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Mouse Clicker 然后当滑鼠 Entre 这个地方进入 跟Existing 还有这个Press 还有这个Release 其实跟那个 按键有点类似 实际上就是操作 这个滑鼠的一些动作 滑鼠的一些动作 去侦测滑鼠的动作 其他还有像那个 在上方移动 或者拖曳等等 这边 也是 也是这个 Mouse 这个 这个Listener的一些方法 那这里的话有个 范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这边有一个也是 implement 这地方 implement 但是我们也是把那个Mouse Listener 加一个Mouse Listener 在这里 那其他比较特殊的部分 主要是在 这边 我们这边 主要是在做一个复习 前面的话有讲过 就是说 叫做 Border Layout 应该还记得吧 后面加上 2跟5是什么意思呢 还记得吗 这个部分我们前面 有提到过 Border Layout 这个部分 还记得吧 使用Border Layout的类别 那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叫做 后面刮虎 加了两个数字 其实第1个就是水平坚去 水平的坚距 第2个是垂直的坚距 那那个数字的话就是像数 也就是说相距多少像数 那如果00的话就是完全都贴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一个所谓的 Border Layout 这边Border Layout 25 然后呢大小设定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决定 因为我只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按钮在 左边 一个是那个文字方块在右边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放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增加 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 你可以决定什么呢 在 比如说在 在这个 左边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这个West 然后呢 还有一个Center 在中间 或者在East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放两个东西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那这边的话 我可以直接用 West 跟Center 分别把这两个东西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把这个表单秀出来 那秀出来 我要侦测几个动作 这边 我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把它执行 第一个 当滑鼠移进来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移进来 移出去 移进来 移出去 这会侦测一些动作 有没有 当这个动作产生的时候 它就会去做哪些事情 再来的话按一下滑鼠 Click 这边有一个Click 按下去一个 放开又一个 按下去一个 然后 Click 有没有 它会release 之后再Click 所以它的顺序的话 有没有 按下去有没有 先按下去之后再什么 放开 放开之后就达到 完成所谓的Click动作 也这三个动作 那这边的话总共有三个事件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底下呢 分别加入 进入的 那进入的话你就直接 在这边 加入什么 Set test 就是 写入什么呢 滑鼠 或者你可以写成中文也可以 滑鼠 进入 那再来当滑鼠 有Click的动作的话呢 那就在这边 把它输入文字就是 Mouse click 或者你可以打中文也可以 那滑鼠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边 文字的部分呢 它后面 加 Set test 就是说呢 第一次 就是加入这个字串 后面我如果说一直要增加字串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Append 就是我可以直接 累加在后面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直接Append 直接在后面再加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Run出来 第一次 比如说Click 进去之后呢 后面 都会累加在下面 那当然如果要清空的话 你当然就是直接在这边 就进去的话又重新再来过 文字的部分 好来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这边 Mouse listen的部分